我先請教一下古董事長 你是最大榮噴布公司的 你也是口罩國家隊 是是是 政府是怎麼邀請你 這不用邀請 這個是我們本來就在這個行業三十年 那我先說一下 我覺得口罩國家隊是一個榮譽 並沒有一個牌子 或一個隊伍叫口罩國家隊 他就是政府一天要他拜託 他這個徵十九萬片 那像你的部 你也是國家口罩國家隊 那你的榮噴布 你如果說不加一個國家隊 你如果去市場買價值有差嗎 你如果賣得掉 當然價格差非常多 總統來的時候 我們跟外面的市場 價格差十倍 十倍 就政府給你徵收價格 然後我如果不給他 我如果賣得掉 我去大陸賣的話 我就是十倍的價格 就是一噸三百五十萬台幣 我政府那時候的徵收價是三百三十三萬台幣 真的是十倍 但是事實上這個國家隊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政府他花了很多心思 你沒有錢 對不起你沒有人 我補人 我用這個阿兵哥 這些弟兄 很多人次 像我們工廠 一開始我們說不用啦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人 所以你這個身體有口罩對 不過我三個禮拜以後 我的同仁說都不住了 可以去給他申請嗎 我拜五去跟政府說 他拜他人就來了 好 這麼快喔 很快的 很快的 後子部這次做事很快的 你缺電 電力公司 你的什麼器材容量不夠 他隨意給你 隨意給你提高 你的進口 原料那時候進口 就怕有delay 政府也都是很幫忙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說你欠什麼他就給你什麼 你技術不夠 仿仲所就來幫你倒三天 你的機器的螺絲派去 欠螺絲 靠一個電話 人家也送螺絲派 所以你缺料 缺工 缺人 缺什麼法令 什麼東西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 這個政府出來通通幫你包底 這樣應該要感謝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口罩一直都是大家不重視 所以我們古年我們才賺四天 前年才賺五毛錢 就是維持一個基本面 所以你說大家要去投資 基本就沒有錢 所以你看疫情來是整台灣這幾條 就是沒辦法了 去年四角沒有武漢肺炎 今年武漢肺炎大挑啊 不行 不行 林明晉 可能會這樣想 當然指責講說 身為反對黨 你要去監督執政黨 在整個防疫的作為 這個我同意 我們現在不是在 我這真的是我沒有反對 那我們要講就是說 指責你回頭去看 你們在黨團所開的記者會 包括他背後的背板 那個當下一般人的那個理解 你到底是在譴責林明晉 跟他的公司 或者你是在講政治 就這件事情在打擊執政黨 那我相信民眾是自由他的判讀 他們都會看到他的背板標題 造假國家隊 我們的國家隊怎麼有造假 我們是被騙的 對不對 怎麼衛福部還要瞞多久 衛福部也不曉得 衛福部是被騙的 你們為什麼標題要這樣下呢 是 我同意 這一件事情 你同意嗎 我說我同意 接下來我講的話 就是一顆老鼠屎 壞了一整個州 民進黨身為執政黨 他可能真的有監督 要再加強 因為他人家騙 他沒發現這個有贏 但是他沒要贏 他怎麼有贏 他都換 我問你 我來講 國家隊怎麼有造假 是啦 造假 國家隊 你對他的股東 送到這麼高台 那據我最後再講一下 發財秘籍那個 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就好像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他是警告他自己 對 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這一點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我會把劉德華 還有郭富城的照片 貼在我房間裡面 我是希望我長大以後 跟他們一樣帥 我不會說 我貼了這兩個人照片說 我以後不要成為他們 所以這個邏輯是說不通的 他那個裡面很多 我以後你的智商也有一點問題 一般男生是貼女生 因為我牆壁會寫台大 我努力可能會上 我不會貼劉德華說 我會來會像他那麼帥 就是你老白天青的 你是要長相不會變 成績也有可能會變 長相不會變 你現在范老師有可能變什麼 我不會貼這種照片 除此之外 我也有貼林志玲的照片 會變成林志玲 要小心 變性 不是要變成你自己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很多的說法都是硬拗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